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读战国册 今天要读的是战国册里面 韩册的一个故事 这里面有一篇叫做韩规向韩 韩规是韩国的国相 同时也是当时韩国的王 韩列侯的亲叔叔 所以这个人可以说在韩国全清朝野 但是同时有一个人非常的不服他 这个不服他的人 名字叫做颜岁排行老二 所以在里边又叫颜仲子 这个颜仲子当堂跟韩规起了冲突 冲突到什么地步呢 冲突到韩规当堂指着颜仲子大骂 而颜仲子拔剑相向 最后两个人骂马咧咧被人拉开了 就差点就当堂打起来了 所以呢冷静下来之后 颜仲子心想这个韩规啊 也是一个牙子必报之人 而且呢在韩国势力太大 所以呢混不下去了 就只能逃离韩国 但是颜仲子并没有放弃报仇的想法 所以他也在各个国家流浪的同时 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 有一天呢 这个颜仲子就到了齐国 在齐国打听的时候啊 他就听说了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呢名字叫做聂正 聂正是谁呢 如果大家读过史记的刺客列传 刺客列传里面写到的几大刺客 其中有一位就是这位聂正 而聂正虽然此时身居在齐国啊 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齐国人 怎么知道呢 因为齐国人在讲到聂正的时候 说他的老家是指这个地方 指是哪里呢 他是韩国的一个城市 也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的纪元的南部 那聂正为什么会跑到齐国来 是为了躲避仇家 而也就是说聂正其实当年在韩国是犯过事 是一个非常勇猛的这个勇士 叫勇敢士爷 对吧 避仇隐于徒者之间 颜岁听说这个事的时候就非常高兴 因为他看第一 这个聂正从韩国逃走 肯定在韩国是混不下去的 在韩国待不下去 而这个全清朝野的韩国的国相 跟他之间必然没有什么往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聂正又是自己的老乡 对不对 是不是很有可能 老乡见老乡 两眼了一帮往将来帮自己办点事 第三呢 你会发现聂正这个人 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 不容易被人注意 第四呢 就是聂正在之前 在韩国肯定是犯过事的 比如说这个人 往不好听了说叫有钱科 往好听了说 是以前干成过一些事 干复仇这个事 觉得相当合适 所以呢 这个岩岁啊 就偷偷的开始接近聂正 但是一开始呢 聂正并不知道 岩岁为什么接近他 只觉得岩岁对自己特别好 然后他也问过这个岩岁 说你找我到底是啥事 对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要让我帮忙 岩岁说 没有没有 咱们刚认识 我对你也没有 那么多的这个了解 咱们慢慢的了解 结果有一天呢 岩岁就在帮着这个聂正啊 给他妈妈摆酒席 也就是聂正的母亲过寿 结果在摆酒席的时候呢 大家都给聂正的母亲送生日礼物 岩仲子也送上了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是什么呢 这里边讲叫做黄金百亿 这个亿一亿是多少呢 是二十两 至少是二十两 百亿黄金 也就相当于是两千两黄金 所以这个大家想一想啊 在今天有一个跟你刚刚交往的朋友 动不动就在妈妈的生日会上包个红包 一个红包 上来就是几个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聂正就吓坏了 聂正经 而且同时聂正也意识到 这个事一定不简单 就你给我上这么厚的礼 肯定是有问题的 于是他就不要 那严重子呢 就坚决的要让他拿着 最后呢聂正就说了 他说其实我家里呢虽然不富裕啊 但是我现在呢 这个杀猪啊杀狗啊 这些钱也足够奉养我的母亲了 我之所以跑到七国来 当一个杀狗的 当一个狗徒 就是为了养亲 现在养亲够了 其他的钱我也花不着 所以呢 你就不要再给我这个钱 那到这个份上了 严重子一看 只能跟他讲实话了 所以严重子就悄悄的屏蔽了其他人 然后对聂正说 他说其实我确实呢 有个事要告诉你 就是什么事呢 我有一个仇人 但是他并没有讲这个仇人是谁 也没有讲这个仇人在哪个国家 他只是说我有一个仇人 因为这个仇人呢 我走遍了很多的国家 试图找人来帮我 那我到了齐国 听别人讲 您是一个特别讲义气的人 所以我特别希望结交你 我觉得跟你的交往好了 我自己就更有底气了 但是说到这里 仍然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 聂正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虽然严重子没有提 但是聂正也很清楚 严重子肯定是希望自己为他报仇的 但这个时候的聂正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大家要注意这个聂正的身份 跟严重子的身份 其实是有天壤之别 严重子虽然是从韩国逃出来的 但毕竟是恭亲大夫啊 但是呢 聂正只是一个市井的土狗这样的人 对吧 也就是说最底层的人 按理说应该感到受宠若净 但是聂正直接拒绝了严重子的请求 聂正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之所以降低心智 辱墨自己 让自己成为一个土狗 被居在市井当中 就是为了养我的老娘 就是我有一个老妈 对吧 我希望能够奉养天年 他说现在呢 老母在正身未敢以许人业 意思就是我妈妈再一天 我的这条命啊就得留给她 只要我妈妈还在 也就是说大家会发现聂正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方面当然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另一方面是一个有原则的讲义气的人 但是更重要的聂正是一个大孝子 非常的孝顺 他把对母亲的孝敬放在了第一位 所以不管严重子怎么说 聂正是坚决不要这个钱 到最后呢 严重子这个礼也没送出去 但是呢 严重子也是一个心胸很大的人 所以呢 他并没有急于说让这个聂正收下 或者是因此而对聂正感到不满 两个人还是互进兵主之礼 最后呢 严重子就离开了 那这件事情过去了之后 多久才重新发生转机呢 战国册里面是这么写的 他说九只聂正母死 祭葬除福 大家不要小瞧短短这几个字 实际上呢 已经过了很多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九只聂正母死 大家知道 当时去给聂正的母亲过生日祝寿的时候 聂正的妈妈那个身体 至少不会是奄奄一息的 对不对 要不然聂正就不会讲这个话 而且在原文当中讲叫九只 就是过了很久 一直等到聂正的母亲 确实最后这个安享天年 最后这个死掉了 老死了 然后呢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证明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然后第二个叫寄葬除福 什么意思呢 就中国古代人下葬之后 如果是父母去世 那么至少要守孝三年 除福就是守完了 孝了 大家可以算一算 这前前后后 估计起码有个十年过去了 那这个时候的聂正 在送走了自己的母亲之后 而且完成了自己作为儿子的所有的义务之后 说了一段话 那大概的意思就是 我其实只是一个低贱的普通的市民 每天就是挥刀杀狗 跟这些最底层的人为伍 而这个严重子的却是公卿大臣 这样一个人能够不属于他的身份 主动的低下身来与我结交 他说他对我是有知欲之恩的 但是我在之前对他确实不咋地 对吧 我什么都没有报答他 虽然我没有收他的钱 但是人家对我的知欲之恩 我没有任何的表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的母亲还在 他说现在我已经尽了自己对母亲的所有的孝 我的命可以去为我的知己者而奉献 那这个时候的严重子在哪里呢 战国策略是这么写的 写完了聂正这段心理独白之后 他写聂正遂西至濮阳 也就是说他从齐国往西走 一直到了濮阳这个地方 濮阳在哪里呢 他是魏国的一个城义 在今天的河南 有一个地方还叫濮阳 就在濮阳的西南 也就是说此时的严重子 已经从齐国离开了 逃到了这个其他的国家 中间有哪些国家我们不知道 反正已经到了魏国 那大家要知道 其实这个时候的聂政 如果要打听到严重子在哪个国家 也没有那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在中间也费了很多的周折 十年之后我来履行十年之前的那个约定 虽然两人没有战巴基人约定好 但是他觉得你在多年之前对我那么好 我现在该报答你了 那你在哪呢 发现不在齐国 去了哪个国家 然后到处打听 最后发现在这个魏国的浦阳这个地方 那聂政就一直过去找到了严重子 对严重子说 我之前之所以不许诺您 不答应您呢 就是因为我的母亲在 我要养我的母亲 现在我的母亲去世了 你可以告诉我了 你的仇人到底是谁 我会为你报仇 就大家读到这里就会发现 聂政这个人真的是一个中校双全的人 也非常的讲义气 而且在之前虽然这个严重子跟他说 我有个仇人怎么能着 但是那个时候的聂政不能答应严重子 所以他连仇人是谁都没问 现在他说我可以替你报仇了 你告诉我吧 你的仇人是谁 那严重子这个时候才详细的告诉聂政 说我的仇人就是当今的韩国的第一权臣 韩国的国相韩规 同时也是韩国君王的叔父 那大家想想聂政是个什么人 杀狗的 然后现在让你去杀谁 让你去杀这个一个国家的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最有权势的这个大臣 韩规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那严重子就说 他说宗族圣兵未设 陈使人辞职终末能救 也就是说在这些年里边 这个严重子是不是就闲着 当然不是 严重子曾经找过很多人 发起过很多轮的厕杀行动 全部都失败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势力非常的强大 周围到处都有卫兵 所以他说我 发起了好几波 对吧 陈使人辞职 我曾经派人去刺杀他 始终没有能够成功 在聂政 奉扬母亲 最后包括守丧的这些年当中 严重子也找了很多的勇士 我们也相信他一定走遍了各个国家 对吧 寻找像聂政一样的人 最后去刺杀这个韩贵 但是始终失败 不成功 那严重子就说金足下幸而不弃 说那您今天如果不嫌弃的话 如果您愿意帮我 那我给你派军队 我给你上装备 对吧 大家去刺杀他 但是聂政这个时候就讲了一段话 这段话就让我们发现 聂政除了前面讲到的勇 除了讲到他的意 除了讲到他的孝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聂政怎么讲呢 他说韩与魏中间相去不远 说我们现在在魏国 他说魏国呢 跟韩国离得很近的 今杀人之相 相又国君之亲 此其事不可以多人 他说我们现在要去韩国杀谁啊 我们要杀的是韩国的国相 而且他是韩国君王的叔叔 这么大的势力 这样的一个人 你觉得他在魏国这里 不会有耳目吗 就是我们从魏国出发去刺杀他 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势力这么大的一个人 我们如果你给我派一堆人过来 这个消息会不走漏吗 所以一定不能多人 多人不能无声得失 就是人只要一多 就一定会出问题 那出了问题 就会怎么样 就会泄露消息 泄露了消息呢 你不但报不成仇 而且整个韩国 就会跟你作对 岂不待在 那不就完蛋了吗 于是呢 聂政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呢 就是独行刺杀韩规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的聂政 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 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他其实详细的冷静的分析了敌人的客观的条件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你的势力远远没有韩规的势力大 如果你找一堆人来跟我一起 这堆人里边但凡有一个人出点问题 走落了丰盛 你这个事就会失败 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会发现 聂政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智 我们在前面讲到聂政的几个特点 勇敢是一个特点 对吧 第二个讲义气 第三个孝顺 第四个有智谋 那聂政到底能不能单人毒计 刺杀韩规成功 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读